慕名而来要看看这个猫站长 它都是三发猫来的 谢谢小鱼 今天有谁在超级无敌 非常有名的河哥山的酱油汤点 快点进去 我怕会开车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五郎的频道 这次我们来到了河哥山 原来六点多 就已经这么热闹 然后这个光线好像是八九点的那种 今天是好像有一个什么比赛之类的 特别多人 继续是我在日本河哥山 三十小时的行程 第二天很早就醒了 既然起得早 索性再去泡一下温泉 白冰这边的温泉 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温泉酒店里面 可以体验到两种不同的温泉 冲干汁汤是属于海边涌出的温泉 有丰富的露化物 藤汁汤是山上的温泉 有丰富的硫 露化物和碳酸氢钠等 官方说对各种疼痛 煎猪盐 还有扭伤等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温泉外面的休息区 也有免费提供咖啡和冰水等饮品 酒店的房费已经包含了早餐 食物相对来说是偏合适的 虽然说种类不算很丰富 但每一款都做得很精致 属于相当好吃的那种 一如既往日式的早餐 它是提供了很多的自物跟小菜 全部都是非常好吃 然后也是可以补充一天的维生素 尤其在日本的蔬菜这么贵 这边特别好吃的就是烤鱼的部分 非常干香 然后特别推荐这种 我不知道叫什么鱼 算是那种一夜干之类的那种 有点像广东的咸水鱼醃了之后 不会是特别咸的 但是它是特别 尝出那种甘香的味道 它就比新鲜鱼更加甘香 然后它是有一个火炉在上面 可以自己给你去烤一烤这样子再吃 然后这个呢 很特别 那边有一个手卧的饭团的部分 这个呢是明太子饭团 明太子 这边呢还有 就可以自己拿了一个 本来我觉得这个牛角包没什么好讲的 就干脆就直接吃了 谁知道一咬下去就知道 哇 这个不得了 虽然它分了不是很多层次 但是非常非常的酥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 沾过牛角包的手不会太油的感觉 哇 这很好吃 怪不得它刚刚出炉的时候 要敲钟跟大家说 早 现在是早上的 十点十分左右已经呢 是退完房了 因为呢 在日本的酒店当中 如果是上午酒店的话呢 大概是上午的十一点退房 然后呢 温泉酒店的大多数都是 十点钟退房的 所以呢 其实如果有时间 这个预算足够的话 最好其实住两晚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呢 它头一天是十五点才能够入住 然后第二天早上十点就要退房 所以呢 是根本是不够二十四小时的 价格方面它确实是稍稍有点贵的 但是在日本这边你也知道 就是吃饭啊 或者是吃早饭的话 其实也并不便宜 那你普通住一个酒店商务类型的 可能也要七八百的人民币 那在一些稍微发达一点的城市 大城市的话 可能四五百块的商务金 那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在这些旅游景点的话 大多数都还是蛮贵的 尤其是温泉住宿的话 一泊两食 就是包了两餐 早餐跟晚餐 然后一千六百块钱多一点点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毕竟就不是经常会住 那尤其是如果会席料理 然后还有它的食物方面 是出众出彩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个花销还是蛮值的 除了房间之外 它的温泉汤 然后还有它吃饭的地方的风景 是稍稍欠缺了一点点 跑过其他地方 都有露天风雨的情况底下 你会觉得好像能够跟大自然接触的话 会是更让你身心有所放松的 但是它很可惜 它所有的汤匙都是在室内的 确实是如果你对这种温泉旅馆 有年代感的这种装修风格 有一定的介意的话 可能就不要选了 它虽然是很干净的 但是装修都比较旧 它也有提供一些新装修的房间 大家可以选那种 就不是合适的 是阳式的那种房间 另外可以选一些 在这个后面有一个万号集团的一个酒店 然后在那边我记得好像 还是有一些新的重新装修过的酒店 可以选那一家 好总体来说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是蛮推荐大家过来的 太阳就是猛烈了那么多的时候 海单超漂亮 刚才在上面看已经很漂亮 谁不知来看 觉得更加另外两种世界 身处在这里超有一种想买帐篷 还有就是一些露营装备的冲动 看看今天的水真的超级无敌 而且昨天是很多海组飘在水里 现在真的都冲走得七七八八 第二天因为要从白冰去河戈山市 所以选择了追压特吉 因为白冰这边的动物园 有日本饲养数量最多的大熊猫 所以白冰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熊猫的元素 甚至追压特吉也有专门的熊猫造型的列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几个特别的班次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便当 大概需要一千块钱的这个价钱 料还是蛮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里子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肉碎这样子 味道是好吃的 车站买这种便当 全部都是冷的 它因为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味道这样子 从河戈山站呢 马上就从刚刚的那个特辑呢是转到了这个九班线这边呢做一个丝铁 然后这个丝铁呢就是去这个桂枝川站的就是我们猫站长的所在里 现在我们这个呢很可惜就是因为它 小于的那个列车呢是三点钟才会就是发车的 然后现在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个彩绘的列车是叫做动物主题的一个列车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非常有人气的桂枝站 其实呢这条的线路呢在以前来说是非常亏本 然后没有什么人做的 因为这边呢确实人流不大 然后通勤的人也不多 这边呢也是一个不知名的城市 所以呢曾经是一度要关停这条线的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突然间火了 就是因为呢说这边要拆迁这个柜子站 然后呢站旁边的有一个百货商店的老板他养了一只猫咪 他说如果这边要拆的话 那个百货商店也坐不下去了 然后那个猫不如寄存在这边 就是寄养在这边吧 后来呢就慢慢经营这个车站的人呢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不如让这个猫咪来坐这个猫站长 谁知道后来大火起来 然后人们都纷纷呢就是慕名而来要看看这个猫站长 那非常可惜呢就是他们的猫站长一代玉小于呢 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 已经回到了猫星上面 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边 呃柜子站能够看到的其实二代玉还有四代玉 那二代玉呢他是现在的一个第二代的站长 然后四代玉呢是一个间隙站长 待会我们先去看看二代玉 一代玉是一代玉是一代玉 然後這邊就是放了一些第一代貓站長小魚的照片 我稱之為木箱 但其實就是以前第一代的一袋肉 小肉就是它直斑的地方 它現在榮升名譽永久站長之後 這個就被保留下來 這個就是現在的二袋肉 它也是三花貓 因為它跟一袋肉生得很相似 但二袋肉的日文名字 讀起來就不是那麼文雅 因為是Nitama 普通話的花椒不太永遠 然後就看到面子 我想不到原來小肉是這麼大的一隻貓咪 它比我家的貓咪大很多 它很大隻 而且毛很長 在這裡很悠閒地睡覺 這邊也有很多隻貓站長這邊的周邊 有書、お菓子、果子、果子 現在就去抽一抽這個Tama Omiguchi 看看今天抽到的有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籤看看是什麼籤文 一代魚要保佑一下 是A Little Happy 是屬於那種小雞吧 應該是 就是鏡仔裡面的那種 就大雞、中雞、小雞 應該是屬於那種 還不錯啦 來來來來 各位 然後呢 我幫我們家貓咪抽的 反而是特大雞 這下布朗尼應該是很高興的 然後放在它貓窩前面 特大雞 是最好的 謝謝小魚 不知道呢 現在在桂子站什麼呢 還有一個Tama Cafe 一個貓咖啡來的 好 隆重介紹一下這一部車 就是Tama Denja 就是呢 他們這邊人氣最旺的一個 彩繪的列車 然後這個呢 才是正正這條線最有名氣的小魚電車 所以呢 它整個的塗裝呢 都是根據以前的一代魚來塗裝的 都是一個三色三發貓喔 我們叫做 所以呢 不多說啦 快點進去 我怕它開車 現在來到呢 這個站呢 就叫做伊太奇增站 這個站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也之前是一個平平無奇 甚至是快荒廢的一個車站來的 就是因為這邊呢 現在是有貓站長的四域在這邊 然後呢 很特殊 它其實四域呢 也不會是每一天都在 但是今天星期天呢 剛好呢 是兩個站長都是在當值的 我們去看一下吧 原來今天呢 四域在這裡 現在在睡覺 你看 喊得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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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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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酱油拉面 所以呢 刚刚我们看完猫站展之后呢 马上来到和歌山市 去尝一下这边的拉面 好我们吃完这个景初商店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拉面之后呢 因为里面实在是店面太小了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呢 我们就出来再讲一下 我们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不算是很惊喜 但是呢 嗯 还得吃下去 有一口接着一口想吃的那种 挺出意外的就是 我还以为是有很多的游客会在这边 但其实呢 游客只有我们而已 其他都是 就日本本地人过来这边 面的分量不会是太大 我们已经选了第二档次的 但是它的面的分量 我觉得同等价位的话 大阪某些店铺可能会是这个分量会更大 所以呢 现在我吃完了一碗 好像还可以吃另外一家的 就是第二碗的拉面 然后它的叉烧非常好吃 叉烧应该算是我记当中 嗯 排前五 好吃的 这个叉烧 然后它的面呢 很劲道 会有点挂汤 尽管它的汤底实在是 我觉得是太咸了一点点 然后它的面条有一点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虽然我是广东人 但是我也没能够那么接受得了那种碱水味特别浓的那个面条 这家就比较好 它的面条虽然很劲道 但是不会是那种重碱水的那种面条啊 因为重碱水你知道越吃到后面那个味觉会觉得越苦 所以这点呢还算不错的 然后它这边的汤底呢就是 非常有名的河河山的酱油汤底所以呢 还没到这家店铺 你几十米大概啊 还没看到这个店铺的时候 我已经闻得到这个拉面的酱油味 我就觉得哎呀快要到了这样子 总有一点呢非常之特别的餐厅 你不记得说呢 就是它的拉面的种类呢 款式呢 其他款式呢 size呢 还有就是肉多肉小的问题呢 还有面多面小的问题 自己都可以加一些的滷水蛋 或者是普通的温泉蛋 这样的 选择困难症都挺好的 来到的只有一种可以选你选大小啊 或者选肉多不多这样的 好了 这次日本河河山30小时行程 就全部分享完 是一个能一次过满足我沙滩 温泉 海鲜 看猫咪 这四个愿望的地方 当然了 河河山县的流资源还不止这些 期待下次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熊野古道 和高野山的古寺庙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河河山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地方 当你来关西旅游的时候 不要忘了还有一个这么有魅力的地方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麻烦帮忙按赞留言和分享 给我一些鼓励 喜欢日本生活和流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的影片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马武郎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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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